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半场比赛继续进行 第63分钟 李胜龙门前近距离 投球破门扳平了比分 1-1 第78分钟 又是李胜龙 再次投球 上演没开二度好戏 上演2-1 反超了比分 全场古时阶段 悉尼门将贝尔低级失误 禁区外竟然上演盖帽 被主裁判直接红牌罚下 全场比赛结束 上岗队获得一场宝贵胜利 虽然上岗队内有胡尔克 洛佩斯 穆依三大外援 但本土球员李胜龙 成为了球队的关键先生 用精彩的没开二度 帮助上岗队逆转获胜 成为本场比赛 最佳球员 独中两年 反超比分之后 李胜龙张开双臂 疯狂庆祝 脸上乐开了花 相比之下 上岗两大外援 乌尔克和洛佩斯 表现令人失望 乌尔克不停地冲裁判怒吼着抱怨 却找不到破门好办法 下半场 上岗三大外援 胡尔克 洛佩斯 穆依陆续被替换下场 场上阵容竟然成了清一色的拳华番 但正是外援们下场之后 李胜龙的第二球迅速到来 帮助球队获得胜利 赛后球迷们纷纷表示 很乐意看到中国本土球员 在亚冠赛场上的拼进 中国足球 自己球员才是主角 李胜龙用他不知疲倦的跑位 换来了两个进球 反观洛佩斯和胡尔克 令人无语 中国足球崛起 靠别人是没用的 还是要看我们自己 这篇足球新闻播报完了 我是小翔哥 欢迎点击订阅 咱们下期再见